剛講到賴清德訪日的同時解放軍事實上也派了三架飛機老台 然後美軍今天也傳出來八架MQ-9 直接進駐了日本的入俄島基地 對我們現在看這個賴清德副總統 這個複日來這個調驗安倍 那這個動作這無庸置疑 絕對是臺日關係50年來最重大的外交突破 那為何會有這樣的突破 我認為關鍵點還是在日本政府一個對中政策 看起來已經有重大轉變 因為臺灣本來就一向希望提升跟日本的關係 但是日本因為過去這個受限於北京的壓力 那其實不敢跟臺灣有太多的接觸 那這一次有這樣的一個大突破 那當然表示說這一個安倍遭到刺殺之後 確實整個對中政策已經有發生這個重大的巨變 那當然北京對於這個動作 我相信外界預期說絕對會有大動作 但是我們看起來到今天為止 其實昨天雖然有攻擊 但是這個價次不多 並不是正式的一個反應 我認為他會先運念 因為特別是說這一次的動作 我相信是一個北京對日政策的一個重大挫敗 所以他目前來講 我認為恐怕都還不知道要如何反應 到底是要強要軟 那因為現在如果突然又對日本進行這個大規模的武嚇 勢必會讓現在整個抗中的路線會更為的堅定 所以我認為北京會觀察一段時間 那特別是安倍才剛遭到這個刺殺身亡 那所以這個動作我認為可能未來當然會持續發酵 那回到所謂的整個對中政策 為什麼我講到說確實已經開始有重大轉變了幾個指標 我們看第一個當然是日本參議員的選舉 修憲派已經跨過三分之內門檻 這不用說 那主要是我觀察岸田首相在選後的感言 其實有一段話我覺得我們必須要這個仔細來觀察 他除了強調說痛失安倍這個重要的政治偉大領袖之外 他特別談到說日本現在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大的困難 這樣的說法其實無非就是安全上面的威脅 第二他強調說他將在五年內讓日本國防脫胎換骨 其實這話說得非常的明確 而且同時最後他講到說所有選項都不排除 這個說法我覺得就非常的強硬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安倍在生前其實也曾經拋出 所謂的這個跟美和共享這樣的一個理念 這樣的說法其實一開始本來是受到這個岸田 保留他並沒有同意 但是今天如果說岸田在這個安倍時候已經 談到說所有選項都不排除 其實這個部分也可以想見 未來可能和共享也可能會變成自民黨內部的一個共識 這就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 同時還有過去自民黨內部 討論說對敵基地的攻擊能力 這個部分本來岸田是有所保留 但是現在看起來 非常有可能 為了繼承安倍的一致 這些政策都會有重大的轉變 那更進一步共同社直接解讀說 這岸田可能會聚焦在自衛隊 會明確寫入憲法第九條之外 可能會新設一個叫緊急事態條款 這個緊急事態條款 我們推測就是非常可能跟台湯還有事有關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突破 那當然除了這個參議院的選舉 其實已經納入部分民意的一個新的轉變之外 很重要的 剛剛談到說本來美軍 今年這個月開始要在陸俄島的這個 基地部署八架的MQ-9 這樣五人機 其實過去我們長期觀察 美軍強化在日本部署 其實一部分有遭受到日本地方民意的反彈 不管是在沖繩部署MV兩樣的漁音機 其實過去非常多日本的居民會抗議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陸俄島市的這一個陸屋市的市長 他是在七月十一號 也就是安倍這一個遇害之後 出來公開講說現在要同意美國部署八架MQ-9 這樣的一個轉變 其實也是名義上的轉變 換句話說 這個未來如果這個 這個岸田他進行修憲的動作 也有可能可以獲得 這個名義上面有利的支持 這個都是一個必須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重大的轉變 其實無非就是這幾年來 中國不斷持續加大對日本的軍事威脅 而且我觀察時間點其實非常巧合的 你看岸田是去年10月上任 10月之後 解放軍對這個日本就做了非常多的一個大動作 從10月開始 先是中二十燒軍艦繞著日本 然後今年5月 你看遼寧號的航母艦隊出第一島鏈 在沖繩南面的海域 進行長達20天的這大規模的軍演 再來今年5月拜登訪問日本的時候 那這個中二軍機轟炸機 聯合穿越對馬海峽 接下來我們前一陣子陸續 一直談到說 這中國跟俄國的軍艦 今年又分批 這個順時針也好 逆時針也好 接續有穿越對馬海峽 金青海峽 那一直逼近到這一個 等於說這個一鬥群島 甚至逼近東京灣 如此多的動作 還有一個非常針對性的動作 就是先前曝光 有衛星照片發現 連新疆的這個解放軍的靶場 直接上面就做了這個 日本1767的預警機的模型 其實這個岸田 當時都有針對這些部分發言 他也認為說 這些都是針對他而來 所以我們整個忠誠起來看 北京應該一開始研判 岸田有可能會對中示弱 所以用這種加大武嚇方式 希望他就犯 但是我們發現岸田不吃這一套 特別是這次安倍遇刺之後 那等於說 這個日本內部的民意 其實高漲 也會讓他未來繼承 這個安倍修憲的一致 這種的路線會更為的堅定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謝謝大家